不现在我开这个店吗 就是不管跟阴和阴走到一起 我就是今天收入300块钱 我今天挣500 挣一件 都给你进 我不管 只定是天天的收入钱 还是防备一万块钱 咋得得哪天进个三百二百的吧 我就是不管 你乐打花打花 你能跟我吃饭就行 我就这个意思 做饭我还会 洗衣服我还会 我的摊你就不用管我 我的医生不用你洗 也不用你管我 你把你哥哥捣着好 既然你相信我了 但是我也让你相信我 我也做出让你相信的样子来呀 也不是说你今天了 你就是给我一百了 我给我儿子 给我孙子 也捣动去了 你我个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要是干嘛呀 要不就别走了呗 你的耶稣就是说 即使大哥把钱交到你这儿 你也是就是生活 俩儿生活 俩儿生活 我来就攒起来呀 或者是就是说是 去了开销 我来攒起来呀 就是留着留着呀 留着留啊 然后呢 再留着养老啊 他也没有老宝 我也没有老宝 是对不断 那不是说看你爹攒点钱吗 我也没有那些心眼 我挺单纯的 我没有那些复杂的心眼 是不是说呢 该大师大师 心啊 人啊 不是那么玩心机 不是那人真挺好 确实挺好 是啊 大姐是绝对不会跟你就是说我藏心眼 对 头目要再板点 不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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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实在 范大哥表示 如果找了伴儿 以后旅店每天的收入都交给对方尽管 李大姐听了这话之后也觉得 钱多钱少的倒无所谓 主要是范大哥这态度让人挺难心的 也挺有责任感的 这窝的问题现在就是现在我有 我也搞那出租也不能去过去 我得搁这块 必须得搁这块 这块离不得还人的娃 就这样子 我要是买了 就是我不管跟谁 就咱俩走到一起 跟别人走到一起 我要是买去 就直接就给您的 就写两人的 对不对 写他俩 给你点保障 现在心里头就像像踏实一点似的 就是这个意思为他 是不是 你听着感觉咋叫 听着挺踏实的 是一个踏实的人 我对他的评价还是说挺高的 挺好的 这无论是收入的问题 还是房子的问题 范大哥说的一番话都让李大姐觉得 他是个有责任感 能替另一半考虑的好男人 对范大哥的好感度 也是不断提升 因为都生活在榆树 日后相处起来也很方便 所以两个人都同意留个联系方式 往后慢慢再相处看看 那是什么事呢 就像你一样我来说的 都在那边 是什么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